2017年2月15号百格布尼整理各报评论 首先是新州日报的评论 标题是3000万投其所好吗 针对首相纳吉批准 用3000万令吉拨款在吉达州双西大年 新建摩多车赛车场 让飙车族尽情飙道爽的新闻 新州日报评论专栏 游走边缘作者陈宝卿指出 虽说联邦政府为逃选民欢欣 而推行惠民政策无可厚非 但在国家经济窘迫 国库拮据的情况下 花3000万巨款只为了投其所好 满足一群飙车族的刺激感 猪门酒肉也不过如此 作者指 飙车族的自私行为 不仅危害别人的性命安全 还有的为了寻求更大的刺激感 滥用毒品 盗劫和绝夺等诸多社会问题 然而政府非但不加强取缔 严格执法 反而一再维护和纵容飙车族 现在更进一步花3000万巨款建赛车场 岂不是等于让飙车行为合法化 作者说 3000万并不是小数目 如果用在建造正当的休闲娱乐场所 可以建更多羽球馆 足球场和游泳池 如果用在制水工程计划 可以避免东海岸许多许多地区 易与陈灾 而全国1298所华校 只分得区区的5000万拨款 全国78间华中 连3000万都没有 因此3000万赛车场 让飙车族飙到爽的新闻 让华社情何以堪呢 接着是光明日报的评论 标题是敦马的一个月哈迪的今天 敦马哈迪县一党主席哈迪阿旺 在一个月内回复是否跟在野党合作 光明日报评论专栏看见作者 针对敦马的言论写道 这不是有趣而是自讨没趣 虽然敦马的一个月说得大度 且明确地向哈迪释出 苏州过后没挺大了的讯息 然而哈主席的回应也大气 不必一个月就今天 直接回绝了与在野党的合作 所以对西门和一党来说 线下可好了 敦马的一个月哈迪的今天 不就为在野大联盟的合作 就地正法了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